伊党即将在这个月的下旬改选 但是五个最高党值候选人 日前就已经宣告不战而胜 全是原班人马继续的来掌舵 这个马来保守政党 不过这个领导班底 就因此惹上了早已内定的事宜 因为有人就指控伊党曾经下令党员 不准挑战党高职 对此连任的熟理主席 纳都斯里端伊布拉辛以及副主席 纳都穆罕默阿玛都异口同声否认到底 端伊布拉辛今天强调 伊党不曾阻止任何人提名竞选任何职位 他甚至在主持几个地区的代表大会时 欢迎党员提交人选挑战第二把交易 他也表明如果候选人重选 就必须负起伊党的重任 他因此就反问 如果肩上的重担能够卸下 会有人因此感到难过吗 但是另一边向针对 吉兰丹州巫统署理宣传主任 诺哈里里嘲讽一党的党选部民主 穆罕默阿玛就反驳说 丹斯里哈迪阿旺和端伊布拉辛 连任党主席和署理主席职 都是党员的意愿 那至于副主席职 由于击打州大臣 拿都斯里沙努西半途退选 另外三名原任者才会自动胜选 坚洁赫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